老虎拜师的故事 家喻户晓 在故事中猫作为老师留了一手爬树的本领 没有交给老虎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 老虎究竟会不会爬树呢 这小时候应该听过这个关于老虎拜师的一个故事吧 讲的就是那个猫呢 在交老虎本领的时候呢 最后留了一手 让老虎没办法爬上树 吃掉这只树上的猫 但是实际上这个老虎它会不会爬树呢 大家刚刚也看到了 这个老虎其实这个爬树对于老虎来讲呢 是一项非常基础的一个技能 而且老虎呢不仅会爬树 还会游泳 我们无锡动物园呢 就是在给老虎保证它的温饱的情况下呢 为它提供了丰富的活动内容 比如说我们刚刚刚看到的那个爬树的树桩 以及梅花桩等等 这些我们是作为它一个行为工容的内容 这些内容呢 不仅丰富了它的一个平时的日常生活 而且还锻炼了它的身体 这些内容呢 就是这些人的一项 那是小肯肉 这些人的状况下呢 还有这些人的状况